现在我们打开的这个是1000公斤每天产量的羊帽机 我们先打开它 门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吹牙区 它一共是分了四层两层三层四层 这里面呢放了两天的苗盘 现在我们说能看到头顶上明显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这里有一个管道 管道的另一端是中央空调 然后这个管道上面有几个孔开了一二三三个孔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更快捷有效的把这个空调里的冷暖风输送到这个集装箱的每一个部位 让集装箱里的温度能够更加均衡更加快捷有效 我们往里面看看 这个1000公斤呢是上下九层 这个层间距设计的挺好 在机器的这一端就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空调的内积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更加有效快捷迅速的把这个温度输送到这个集装箱里的每一个部位 让植物的生长呢更加均衡更加理想 还有 这个生长架呢 全部采用就是不锈钢 螺丝的快装饰 连接 它的优点呢 就是这个架子更加牢固 像过去那种焊接方式 焊接的地方呢 如果焊接稍微不慎 容易造成 这个焊缝 断开 断裂 甚至生锈 这样一来呢 就杜绝了 用这个不锈钢螺丝呢 就杜绝了这种现象的发生 当然机器是越做越好 非常漂亮